大家好,我是顾爱修禅 这个视频进入咱们今天的突击大盘 那么像今天上午盘给出了一个小阳星上阵 那么对于行情的定性的话 用这么一句话来进行概括 当前是属于鱼沟行情 好,因素呢 在昨天讲到这个位置 尤其是在上周四上周五出现连续两天的级跌 那么昨天给出这样的一个小银星 缩量,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有向偏离五军向五军方向去靠拢的 一分钟或一分钟级别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可能 但是呢,它不改变五分钟以及三十分钟的结构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反弹能不能持续 这一块呢,当前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用鱼沟行情来进行定性呢 因为我们来看从日开的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还是在五军之下 那么对应的话呢,还是在周五中阴的半分位的下方 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连续三根开线即便呈现了底分的特征 但是这个底分的话中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这是从日开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从单纯的量亚关系 那么当前的话呢,也是属于属于存量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再来看,用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的话呢,那么今天上午盘的话呢 仅仅只是一比上的一个表达 而且前面呢,从3278以来 它对应的是三十分钟线段下 当前并不能认为线段结束 因为一比下一比上一比下 这个位置的话呢,和前面相比较来讲是 空方的力度绝对增强 而且这个反弹的话呢 如果连前面这个低点都不接触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是一分钟,还是30分钟线段的延续的可能性更高 那么我们再看五分钟 从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暂且的把它理解为五分钟的尝试五分钟做出构建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五分钟线,如果这个五分钟线段当前都没有严格意义上讲 连前面这个低点都不接触 它实际上还是五分钟大线段下的这样的一个内三脉的一个表达 好,那么在对应的话呢 从3101点位以来 当前的话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线段上的发展 而且这个线段上的话呢 目前来看 它的力度呢并不算强 那么这个线段我们用一分钟的视角来去观察的话会更加清晰 一分钟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一分钟的 已经呈现的是一个一分钟的大线段的表达 就是从3101一分钟线段上,一分钟线段下,一分钟线段上 这个线段呢和前面相比它的力度衰竭的 那么当前的话呢,再走新的一分钟线段下 那么呢,下午盘要考验什么呢 下午盘包括了明天 这个位置呢 当前呢,视为一分钟 暂且当成一分钟反弹的一分钟做出构建 如果说呢,前面的低点 不破,就是今天日内的这个低点不破 那么对应的一分钟做出构建 如果再往上力度一旦衰竭 那么这个一分钟级别的反弹随时可结束 如果说这个反弹连前面高点都不能过去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它就属于一种弱势的一种状态 就是呢,最起码它是转化为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二脉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 它只是一分钟级别的反弹 而且呢,在五分钟级别来去观察的话呢 它的下行结构并不饱满 也就是说呢,下跌未完成 好,这是对于商人指数 从日到三十分钟五分钟一分钟的视角的一个观察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也是大通小异 创业版指数的话 今天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小阴星小阳星 小阴小阳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它也是在五军的下方 如果说呢,不能把周五的阴线的高点给覆盖掉 稳在五军之上 如果说呢,能够把周五的高点2430 能够把周五的高点给覆盖掉 且收在五军之上 这才能够视为强底分的特征 那么如果说呢,依然收在五军的下方 五军压制 当前的话呢,这个位置虽是底分 但是呢,防范的是中继的一种表达 那么用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三十分钟大线段下 线段下,线段上,线段下 这个线段和前面没有被辞 那么这个三十分钟的一个线段 本身的话呢,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 当前考验的依然是五分钟三脉的条件 就说呢,前面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那么这个五分钟中枢的话呢 如果说当前五分钟线段反弹 连中场一个五分钟线段 连前面的五分钟中枢下眼都不接触 甚至连前面低点都不接触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是触发的五分钟 这样的一个三脉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 瞻且把它当成余估行情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 而这一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它对应的仅仅是一个一分钟的线段上 当前走的是一分钟线段下 如果这个一分钟线段下呢 始终补补前面的低点2339 它只是一分钟级别的折腾而已 好,这是创业版指数 那么从板块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连续的调整过之后 今天呢,呈现了一定的板块的修复 但是呢,总体来讲还缺乏资金明显聚焦的进攻的一种特征 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当前就是暂且定性为余估行情 以及呢,一分钟级别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至于说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情况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一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折腾 能不能转化为五分钟级别的墙而买 如果说能 那么呢,后面还逐步的可以进行尝试低吸高炮 如果说连五分钟的墙而买都不能呈现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下跌中计 那么五分钟墙而买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表达呢 就是当前这个五分钟线段比较强 而且呢,一分钟走出类型 如果说呢,给一个一分钟中速之后 再往上,如果说呢,力度更强一些 力度更强一些呢 后面的一个一分钟走出类型回落 五分钟线段回落呢 连这样的一个反弹的高利点半分位附近能够持得住 那么你才能够把它作为五分钟的二类买点的视角 去跟,如此而已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 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 那么呢,今天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从涨停包括呢 涨幅5%以上的购物呈现来看 有些购物已经 如果说呢,有些购物已经率先完成直接 构筑了什么呢 构筑的是日周强底分 或者是呈现五分钟到三十分钟机会买点公正 那么呢,可以呢,谨慎的去跟而已 所以说呢,当前只是更适合观察 然后的话呢,保持一定的克制 然后呢,观察最终能不能从一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演化为五分钟级别的反弹 如果说能 那么呢,后面呢,可以去小事扭刀 如果说呢,连五分钟级别的强而买都不能呈现的话呢 还是五分钟的下跌的延续当中 那么对应的话呢,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谨慎的一种态度 也说当前并不适合大局经常 更只适合什么呢 只适合用极小级别,如果说的操作的应对能力比较强 然后呢,技术水平比较高的 那么呢,也只是一个,不管是盘中轴梯 还是说是超短的一个视角的一个观察 而且的话呢,持续性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说呢,如果说的稳健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多观望,多看少动 好,这咱们今天呢,突击大盘的内容 请供参考不作为交易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击关注 好,再见